歡迎收看 我是阿姨 我是阿姨 男生姐妹妹 今天要做的呢是 好害怕喔 可是 我們今天現場奇怪 就只有我們五位作者 你們決算我們嗎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八位 聽說都是辣媽 我用聽說這個字是有意思的 聽說 聽就對了 聽他們自己說 他是聽網友這樣說 接下來我們就給三位來賓的一個考驗 電視機前的朋友也來試試看 等一下在螢幕上 這個會出現他們 他們身體引以為傲的部位 其實我還蠻刺激的 引以為傲的部位 然後你要猜 猜一下他的年紀 是 第一位 來 這個是鎖骨喔 鎖骨跟柏紋有沒有對不對 鎖骨是一種美耶 我們可以麻煩導播 Zoom out一下嗎 柏紋滿重要 他怎麼有點泛紅的感覺 OK 等一下他有偷雞 他還故意把他的那個脖子往上 這樣就沒有 猴傑 還有猴傑 小獅 他這邊有一點點紋路 那是沒有辦法裝的 那是皺紋就對了 是是是 所以我們要猜他幾歲對不對 對 你覺得看這個 瓜紋的部位 那四個 三十二 三十二 這個數字不錯喔 對 被你猜走了 好 欣寅 我也猜 我猜33好了 33 多幾歲 好 鄭老師 我剛猜35歲06個月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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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是不是 你好不忍喔 好 所以第一位到底是誰 說到35歲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人 有微微的顫抖 顫抖一下 好像猜猜中的感覺 然後我們請當事者 來出來面對著玩 歡迎你們 我的年紀是 34歲 喔 我最接近 我啦 我33耶 沒有 最接近 可是我比較討喜耶 我說他32耶 對 你認為誰是對的 那個洪多拉斯洪哥 他覺得自己才對的 謝謝大哥 謝謝大家 下一位 來 請看 這個好 蛤 這個手 這什麼東西 指甲 那個手兩隻可以疊在小 不然要手背嗎 沒有 因為 因為媽咪們 你縮矩啊 沒有 手背一直動好不好 就沒辦法規定 而且這個姿勢很奇怪 有點像雞爪 或者是有在唸佛 我要看手背啦 對… 不要動啦 不要動 那是誰 動我一下我雞爪 他一直笑到自己都沒辦法動了 好 來 看手 看起來很年輕喔 其實他的手看起來喔 並不是富家人的那種手 為什麼 就是他可能有做很多的家事 對 因為我看過有一些那些比較 嬌嬌女的手 他的手都很細 更細 他就有點肉 他應該是很喜歡刺激爪 好 來 重點很絕 看手 幾歲 幾歲 49 49 42 42 洪哥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大啦 那你猜多少 他手 他鼻嫩他鼻嫩應該還有 幾歲 幾歲 35啦 35喔 好 來我們請這位 49歲的六個月 在下面一點 請 請第二位 出場 對啊 他手好多細喔 小獅喔 泰國的 不能在下面一點嗎 他說 下面是哪裡 都那麼可愛啊 我都49啦 49啦 泰國的小獅 是 請問你幾歲 都沒有接近耶 都 太超過了 你是不是 你不到三十歲對不對 真的嗎 剛好三十 對啊 我講三十五耶 差不多啊 我們在下面看下一位 來 請 唉唷 有脖子 又是脖子 鎖骨 大家可能會有脖子耶 有鎖骨喔 真的有 而且 這不是還凹的 還凹的 皮膚很緊實喔 是 我覺得他很用力耶 他在細細嗎 可以用輕鬆嗎 脖子曲線好明顯喔 喔 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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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歲 二十六 二十六 三十二 來 歡迎第三位 來 歡迎 唉唷 歡迎艾可 喔 他應該不到二十五歲 應該不到二十五吧 日本的辣媽 來 告訴我們 艾可你幾歲 我是28歲 耶 28 你猜中了 你看看 好厲害耶 謝謝艾可 謝謝 來 請坐 第四位辣媽 來 請 耳朵 這個我知道 剛才有被捏 剛才有被捏耳朵 等一下 可是耳朵紅 是不是跟年齊 就是發生 不是 不是 跟年齊 耳朵不會很紅 因為整個都會紅 他這樣會很瘦 這好難猜喔 他髮色是比較淡的啦 五十四 五十四 曾老師你冷靜一點 你再想一下 一個女孩子會露耳朵 應該是對她其他部位比較 沒有信心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把都蓋住了 好 六十八 五十八 漂亮啦 好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應該是差不多五十歲左右 五十 來 我們請這位 辣媽媽出場 來 瑋瑩 他露餡了 露餡了 你露餡了 露餡了 露餡了 打他 來 戴哥哥說話 來 二十三你幾歲 好慘耶 好 你等一下想要先跟誰報復 有一個說五十四 對不對 真的嗎 YES 我比較大 比五十四還要大一點 比五十四還要大 沒有五八那麼大 可是沒有 已經超過五十四 喔 YES 又猜對了 可是為什麼你會想要選耳朵 對 因為這就是別的部位覺得比較容易猜 本來像這個實驗蟹 對 應該猜那裡 喔 這個我會猜三十 我會猜三十 我會猜 看實驗蟹 我們的生命線會縮 OK 那謝謝 謝謝 下一位 來 我們請看 這個腰 腰蟹 腰喔 沒有手腹 手臂也很緊實 唉唷 這個訓程代謝一定很好 他很瘦耶 這應該很年輕 真的 他很瘦 他那個衣服好擠喔 有肌肉 對啊 有肌肉腹肌耶 是不是還有馬甲線耶 他沒有胃突喔 沒有 厲害喔 這個感覺 有馬甲線的辣媽喔 二十五歲 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 二十二十六 二十六 我還滿太過分了 我腰都 怎麼都過分 你腰 你腰腰出來 我來腰 你腰腰腰腰 我腰腰腰 我們請當事長 來 歡迎 我腰腰腰 哇 好強喔 馬來西亞的小潔 哇 而且你敢穿白色很厲害 對啊 幾歲 我二十九 還滿多接近 還是我最接近 你又對 你怎麼那麼厲害 可是老師你最接近 但還是差了兩歲 對 但重點是他實際 他實際年齡二十九 我們都猜更年輕 對 全成功 這真的有辣到 小師出來我們都猜更老 對不對 我還覺得合理 其實小師你們年紀差不多 對 對 我對他一年 一年 可是看起來好像媽媽跟妹妹 老師 老師你都猜我跟Kimmy Ann 我不開心了 來看下一位是誰 腿啊 膝蓋露出來喔 腿跟膝蓋 腿跟膝蓋來了喔 這個就滿 滿有誠意的喔 這種膝蓋是很有誠意喔 現在算這麼短 三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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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歲 二十八 來 洪哥 你看那個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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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吸水了 起碼他的膝蓋 沒有黑黑的跪在地板上 抹地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 常常跪在地板上摩擦 要幫小孩有的眉的 對 膝蓋保養得很好 這個是我喜歡的腿 所以呢 沒有 我問你喜不喜好安打 不是 沒有 喜好會加分嘛 是不是好 加分是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八 三十一 三十 來 第六位辣媽 哇 來 慧錫進小姐 是 你說說會嚇死他們 不 你先說你小孩的年紀好了 好 我兩個小孩 十五 十六 所以你十四歲就生小孩 你一定要說你是答對的 老師 真的嗎 可以請錫進問我們 你講沒關係 到時候我們會逼 可以可以可以 那個 要講啊 沒有辦法 加19++ 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看走眼啊 天啊 妳看走眼 我不容易耶 是不是 我這個好驚豔喔 對啊 而且我坦白講 錫進就算是漏他的腿 或是他今天換作是漏他的鎖骨這邊 大家猜的年紀應該還是差不多 也都不會猜太大對不對 會保養喔 我們這樣子近看 皮膚細的毛細口都看不到 平常我們也沒有機會 這麼近跟他們說 真的嗎 孩子都大了 哇 享福了啦 對啊 而且你也高中了 你真的是標準的辣嗎 對 你們都沒有看到 那個難過的這一群在這邊 我們輸了 再來看 下一位 這麼高 這麼騷 有年紀喔 有年紀喔 他不想讓我們看清楚 對 有痘痘的 這個還青春 有青春痘在這邊 青春喔 那是被蚊子叮到也摳破的啦 可是這個背不錯 滿薄的 起碼沒有一些什麼暗沉幹嘛 對 橘皮 但是因為 燈光打下去 感覺像是滿光滑的 對 而且你知道女生生完小孩之後 因為抱的關係 其實背很多會變厚 會有點虎背熊腰的感覺 對 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之前都是在工地裡面 在工地裡面 在工地 在工地 而且肩膀妹妹太寬了吧 尚納鼓力 洪哥 32 32 你很年輕耶 信盈 真是難 還願意34好了 34 真的 我想猜34 被你猜走了 怎麼辦 36吧 32 33 就加2 加2 好 來我們請這位苦主主 代價而哭啊 代價而哭啊 啊 啊 是我們思思啊 啊 思思很年輕耶 來 對 來說出來 大家嚇一跳的喔 幾歲 31 31 哇 我們先謝謝思思 謝謝思思 大家來看一下最後一位辣媽 好 來 唉唷 太辣了吧 唉唷 這是誰 頭髮 跟小潔一樣穿白的喔 喔 最近比較忙喔 頭髮都分岔了喔 對啊 有點屁頭散髮的感覺喔 要護理一下喔 這個捲度 會是那種辣妹很愛的捲 愛 男生也愛好嗎 1年9世的 辣妹愛 所以來 曾老師 猜一下 28歲 28 喔 那26好了 26 減啊 比辣妹愛 不可能啊 這種髮型不可能 不可能 36 對 安娜 柯蘭蘭 來 來 妳要告訴大家 現在幾歲 我28 喔 Yes 對 哇 好厲害 老師太厲害了 妳研究女人啊 真的 剛剛寫的是露頭髮 是不是 看 為什麼是頭髮呢 因為我覺得其他部分也很好看 來 謝謝安娜 謝謝安娜 謝謝 我們請坐 八位 對 幾家歡樂幾家醜 對 因為猜年輕的有被猜老的 對 但我覺得最容易 剛剛有一個人就是超級傷心的 歐陽山 妳在美國或在台灣 有沒有常常被人家誤認年齡的 對 會 台灣猜年齡 尤其是看西方人跟東方人 我覺得差別確實是很大 很吃虧 非常 在東方很吃虧 像我這種 對 我在美國都會去跟家人去吃飯 要等一個啤酒那個人說 我要看妳身分 我是覺得 真的 是真的 這一集是 雖然金回來接風 那我也不用這樣 現在太會講到 把啤酒都被看成這樣 對 我有一些餐廳 他們就是負責要去娛樂客戶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已經有一個 mission 好不好 妳回美國 會比童年裡的看起來年輕吧 對 跟我童年級的 在美國看起來比較年輕一點 是不是 因為在台灣那麼久很潮濕 周溫相對少 對 然後在這裡吃的會 在美國真的容易吃太多 燙子非常多 因為那個量都是很大 不過回到台灣 點什麼都是小小的 但是就是說 被要求看我身分以外 我這一次從波士頓飛過來台灣 大概是波士頓到舊金山這一段 我經過那個五大湖的這一塊 那個那個風流 那個流 叫什麼 亂流 亂流 非常的 風流是嗎 風流不要下流就好 說得好 亂流 變得超級嚴重 然後我真的覺得 搞不好今天是最後一天 就會命會沒有 那是我一個人坐飛機 我旁邊是一個年輕男生 我怕到抓他 我怕到我抓他的 抓他的喔 對 我真的 抓他很壯的手臂嗎 他還好 普通壯 他是一個大學生 可是因為他也是美國人看我側面 他就覺得我是一個很怕怕的小 好 年輕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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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畫面喔 你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啊 我真的很少會抓我隔壁的隔膊 第一次發生這樣 可是那個我差一點我想吐 好有畫面喔 把他抓到看到我 他也想吐 反正跟他聊天很開朗 我發現我女兒幾乎是跟他的年齡差不多 就喔 妳本來那麼大 沒想到 就 對 那在台灣呢 可是在台灣 我兒子在中正國中上課的時候 我有一天去找他 然後他在教室裡面 我看不到他 他另外一個同學來看到我 他馬上轉到我兒子的那邊說 妳阿媽來接妳了 對 奶奶來接妳喔 然後奶奶 喔 我兒子覺得爆笑 那有一兩個月都沒 常常教我 唉 奶奶 妳會覺得好可愛 顏色淺真的很吃虧 可能是 而且外國人比較愛曬太陽 對 我們台灣東方人跟看外國人 他們的皺紋 本來就比東方人多一點 來 大家來問一下希靜呢 因為這樣子被人家誤認 像妳剛剛大家都猜好年輕 唉呀 年輕了 真的 對 其實我也有去學校 我去學校的時候 開家長會不會是 就露個臉嘛 簽個名就趕緊走了 我兒子他同那個 他們那個同學媽媽 還有老師也是以為我是她的姐姐 唉唷 真的真的 然後很誇張 有一次我是帶她去旅行團 有一次很誇張 小燕姐一直做的 她很不爽 她是很不爽 她是很不爽 她是真的 還有更可怕 讓妳更難過的事情 我跟你講 她有一個很難過的 因為我帶她們 我帶她去旅行團 跟旅行團出去玩 出國去玩 對 出國去玩 然後呢 我就是我們第二天下車的時候 我就說 哎呀我的外套沒有戴 因為一定要防閃嘛 什麼沒有戴 那個傘跟外套一定要拿 墨鏡這些都要戴 就哎 人家都已經下來了 你不要再上去了 她就把她的外套脫她這個給你了 最後那個當地的島嶼就說 哇 妳好像體貼一女朋友 哎呀 不當她就 得意了 對 小事都不了 有圖有真相 妳都很喜歡裝 跟我在一起 她很喜歡站在我這邊 但是 然後我就裝她拍張照片 因為她很高 她184 哇 哇 很針對耶 對啊 就照了很久 你看小米多金樣的臉 而且妳兒子還蠻帥的 對 蠻帥的 對因為她很高 所以她常常會以為 被人家以為是大人 而且我也跟她住同一個房間 對 所以我出去旅行團 人家 對 一路上以為她 一直以為她是大人 那問一下 安娜呢 可是如果是在台灣的話 大家都真的很難猜 因為看西方人可能看不習慣 可是我會破懶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覺得我是成年人 哦 真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 懷老大的時候 我大肚子嘛 然後那些路邊的阿嬤什麼的 就看到我就 就一副很不順眼 然後就開始跟我說什麼 哦 還沒有成年 就已經大肚子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 什麼的 很多人都 就很多八卦 然後在打電車或什麼的 很多人都是在討論 怎麼未成年可以大肚子 然後說再換你去看醫生的話 醫生也覺得我是小孩 所以可能就那個 就非常的隨便 太多就 真的看起來好像小朋友 對啊 對啊 我問我老公他覺得我 塞他眼中幾歲 他說 他認識你老公17歲對不對 妳老公認識他很好過 我有話說 可是當初他懷孕啊 我也因為他 未婚喔 對 他還沒有結婚 為什麼會 先大肚子了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十幾歲了 對啊 對啊 現在我們還認為他是十幾歲 就看不好他老公 妳怎麼可以這樣做小朋友呢 可是我們現場啊 被誤認為很年輕 未成年年也不是只有這樣 不要誤認啊 錯認 錯認 錯認就是誤會的意思啊 是錯認 其實心儀也是對不對 因為我平常 沒有化妝 就是出去帶孩子的時候 比較方便就是穿一個大T恤 配一個小短褲 妳在穿運動鞋啊 對 然後 沒有化妝的時候 我出去很喜歡戴棒球帽 然後你只要發現呢 我就會帶著孩子 還有阿嬤三個人 你走過去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阿公 大概七八十歲的 他用一種非常同情 他一定覺得我未婚外孕 然後呢 因為我跟阿嬤 阿嬤也看起來年輕 我們都比較哀笑 走過去啊 那些阿公們就會這樣 老妹子 哎呀 自己顧喔 很年輕啊這樣子 然後 有一次我走在那個公園 他就真的想要幫我拿東西 我說阿公沒關係啦 我是他媽媽啦 我是這個孩子的媽媽 蛤 這幾歲啊 這小孩子 然後呢 他的眼神就飄到阿嬤身上 哎呀 沒有交好女兒 那阿公妳有什麼意思 妳有什麼意思 我說沒有阿公 我三十四歲了 唉唷 保養得很好 唉唷 我就默默的飄走了 熊敏姐 她跟你童年咧 我一個孩子 兩個孩子 她兩個 對 而且我女兒小四 問一下小潔 那妳呢 對啊 我也是在台灣 我發現在台灣住久 好像真的會變比較年輕耶 因為我以前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跟我姊姊出去啊 我姊姊大我四歲 他們都會以為我跟我姊姊 童年 對 反正是我來了這邊 久了之後 好像大家就會以為我比較年輕 這樣子 我現在在這裡啊 就是現在帶小孩出去 人家都會以為我是 大學生 對 大學生 上學沒念完就生小孩喔 怎麼那麼辛苦 誰帶著小朋友都不都這樣啊 對 妳的樣子不化妝 其實有點像高中生 對 她比較屬於娃娃臉的那一種 是 嬰兒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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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肉肉的感覺 我也有啊 好 妳那個是肥啊 妳那個 什麼肥 表當結話 她肥嘟嘟嘟嘟嘟嘟 不要再講好不好 好 沒有講了 好 那Iko 是 妳認為最年輕的 真的 我在日本就不會啦 但是我在台灣 有一次我帶小孩去公園玩 那我大女兒14歲 然後旁邊有個阿嬤就問我說 那個小孩是妳的什麼 是妳的什麼 是妳的什麼 是妳的玩具嗎 是妳的玩具嗎 是 我說她是我的女兒 怎麼呢 她就說 是啦 我以為是妳的妹妹還是 幫別人帶小孩之類的 看起來像姐妹這樣 但是辣媽有很多的配件 一定要請他們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喔 奧陽山 在美國我們會認為說 最會看準一個 婦女的年齡 是 不是看她的臉 或者身材 要看脖子 要看脖子 人家都說這個是 騙不了人 因為 所以妳剛剛不想騙人 就 所以我要看妳 五十八歲 有沒有 有沒有像四十八歲嗎 有有 三十八 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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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綁就這樣 三十八 二十八 四十八 你開心就好 好不好 你可以綁更fashion一點 對啊 就是說 以前我不會用這種東西 可是我發現到了一個年齡 什麼年齡 很有用 過了那時候嗎 就已經十五年前 就開始了 用這個年齡 然後我帶一些 是年紀比較大的 可是你看 就是帶那個圍巾 就有型了 好 我懂了 會比較漂亮 對 對 然後就是 對 因為你脖子也會拉下來 也會有條紋 對 對 連都可以用化妝蓋得掉 那這個也是年紀大的 它還是很好 好有個性 他們頭髮已經 比我還白了 可是 以後再也不敢圍圍巾的 有 有 小心就想這個一定很容易 對 那我一下安娜 長頭髮 對 我發現 在台灣很多女生 懷孕 就會把頭髮 開始尖短 尖短 對 然後生小孩子做月子 結果那個頭髮就差不多 更短 我們現場很多人中槍喔 長頭髮現在變短頭髮 在我們生孩子之前就短頭髮 但是很多人真的是因為 生了孩子之後 小孩會拉扯 會抓 所以就會越來越短 很多人真的是 會嗎 小姐會拉嗎 會啊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他覺得 那個小朋友一直拉頭髮 他他頭髮尖短 然後發現小朋友還是會拉 是沒用 越拉越高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要穿頭髮 抗議 真的 有小孩要把頭髮尖短 一定要這樣 所以妳不是辣媽 我們在講辣媽 辣媽 辣媽 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他很多時間要放在頭髮一直 沒有 他兩個小孩子很小 妳的小孩子就上大學了耶 對啊 可是我覺得短髮很好啊 像如果你剪得很有型的話 其實短髮 對 看起來就很乾淨俐落 然後很有型 然後也照顧小孩很方便 所以妳要讓哥兒的辣媽 有機會成功 可是我覺得剪頭髮馬上就30以上 然後留長頭髮腳還是30以下 然後我覺得那個頭髮 就算是半個簡單的馬尾 那個感覺就還是不一樣 才是30以下 那像是小潔剛說的 他之前短頭髮 抗議 對 長頭髮都沒有抗議喔 西進跟小潔 他們都沒有抗議 三個就好抗議 我也要抗議 抗議 所以思思怎麼了 我覺得短頭髮 就像小米講的 就是像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標準的 什麼人不好 但是像我們這種一走出去 裝一屑走出去 應該說 真的 所以說我覺得不要剪的 就是那種剪短短或捲捲的 那個就是歐巴桑的弦 你幹嘛剪劍 就像我們這種剪的 就還滿有造型的 洗起來 吹起來 方便 而且短頭髮更有活力 對 我之前看過一個報導 如果女生剪短頭髮 其實實際上 她對自己比較有自信 唉唷 沒錯 沒錯 那個報導來自他們家裡面 真的嗎 不是 真的對不對 他們家就沒有這樣抱 就沒有這樣抱 這樣子也很好看 這也很好看 這樣子很好看 可是它會看起來太小 真的 看起來會更小 聽到了沒有 短頭髮看起來會更小 更年輕 但是你頭髮看起來會更辣 更小跟更辣 想辣嗎 是 你要辣還是甜 超爸爸比較性感 對 可是短頭髮也不錯 這個換我了 你要講 你也想講是不是 我以前也是長的 可是我發現 泰國媽媽們 大部分都是長髮 對 就是感覺好像 不搭配自己的年紀 對 年紀也就是 年紀越大 不是 是媽媽的感覺 應該是整理一下才對吧 對 那邊摔來摔去的 所以泰國媽媽 小孩子越大 他們頭髮就越長這樣 對 沒有 他們會放長 他們會放長 然後綁個馬尾 可是這樣子我覺得 看起來比較老氣 可是我還是想要再問一下安娜 因為我覺得對於外國的朋友來講 就是西方的朋友 女生頭髮長 就表示說 你有多一點那種自己的空間 去處理自己的外貌 我也覺得頭髮是很性感的一個部位 你頭髮剪短的 就那個部分就沒有了 西進 辣媽要需要什麼 我覺得要把小孩 會訓練小孩 你把他訓練好 你才會有時間 一定要會訓練小孩 會訓練小孩 訓練啊 對 就是讓他從小他很多時間 趴下 站起來 走走 獨立 獨立 對 讓他獨立 對 像他們出門 因為他們是兩個男生 他們出門的話 他們自己的水壺 什麼東西 我會告訴他 他大概兩歲的時候 就會整理自己的 就是一個小背帶 自己的水壺 然後那個濕紙巾 那個小的青的東西 都會在他那邊 所以他們兩個都會背好自己的東西 在那邊等著 因為小朋友都很喜歡出門 你只要告訴他要出門 就是他就習慣 幾次之後他就習慣 他要穿鞋 要把什麼弄好 他就會把什麼東西弄好在那邊 那我呢 就可以說 我今天如果說 穿某一件衣服 我想搭配小包 我就搭小包 要搭大包就搭大包 我不會不喜歡說 哪一堆東西 通通一翻起來 全部是他們的東西 他們要的東西他們自己背 對 他們自己背 對 他們自己照顧自己 對 他們自己照顧自己 所以我在他們兩個 還很小的時候 我也是穿高跟鞋 你看我的鞋也是很高 那巫婆鞋 就是我還是穿裙子 就是我還是會把頭髮整理好 那時候跟現在根本沒變 是啊 你好笨名喔 對 你看 因為勤勞嘛 勤勞最重要的樣子 小孩子能夠照顧自己 你就有更多的時間 照顧自己 沒錯 所以這個有智慧的媽媽 是 辣媽很重要 他有原則他訓練還 對對對 來問一下小潔你呢 我覺得辣媽一定就是 不能放棄自己 喔 這個很重要 對 就是 什麼事情 誰會放棄自己 不管就是在照顧小孩多忙 也就是不要 就是不打扮啊 或者是就是 對啊就是讓自己很胖啊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其實像我有個 毒蛇老公嘛 他每天都在嫌我胖 每一天嫌你胖嗎 真的 他會偷捏我的腰說 唉唷 怎麼那麼胖 妳最近又胖了嗎 那一直偷捏我 所以我都不敢鬆懈 我就很努力的在運動 妳好聽話喔 對啊 台灣人就反過來 妳說什麼 還不都是為了幫妳生這個小孩 對啊 妳小孩是什麼 小孩大概不會這樣爸爸 我跟妳講 好生氣喔 對啊 就是妳現在時下的家庭 對啊 然後妳就乖乖的去練自己的身體 對 我就乖乖的去練自己的身體 妳好乖 對啊 妳好聽 好乖喔 對啊 我就努力就是在家做深蹲啊 或者是就是平常沒事就練一下 怎麼練啊 對啊 核心肌群啊 哇塞 妳看那個肌肉線條 抱小孩抱出來的 我覺得練這個二頭肌抱小孩很重要 二頭肌 對 對 這些媽媽是怎麼一回事啊 妳都沒有考慮 她抱十五六年的成果 妳到底在家裡做了什麼事情 會練成這樣 小時候很胖 大概六個月就十公斤 那時候又很喜歡別人抱她 那我要做事情我只能單手抱 所以就練成單手抱她的那個 單手抱 要炒菜的脊椎 還可以騎摩托車 真的 可是我覺得會單手抱很重要 因為像你去參加婚禮 或一些正式場合啊 如果你用背筋的話 整個氣勢就弱掉了 對 很重要 而且這邊練得夠大的話 抱小孩可以很優雅地抱 對 很時尚 對 那個手臂的肌肉實在是 小朋友去時尚配件就對了 她現在長大了 我已經沒辦法一直這樣單手抱 我就會用那個做深蹲 把它當成那個 就是負重訓練這樣 哇 盪勢 核心肌群的訓練 這還是幾公斤的耶 對 她都想要爬到我背上 我這十秒就受不了了 她上面還要做一個 哇 哇 對 她超喜歡的 對 她還超喜歡的 好厲害 她超喜歡 這也是飛高高的一種 對 然後訓練她她也開心 對啊 唉唷 我們看她的腳的肌肉 對啊 好 小燕 好騙啊 對啊 我兒子太重了 好厲害 是不是這樣才要練啊 對 因為我小孩小的時候 我也是狂游泳 也是帶她去游泳 就直接把她丟 這麼巧 就是妳的小孩啊 就是她小的時候 她十多年前的樣子 那小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的有沒有深蹲 對 戰蹲 打扮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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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次我去參加小朋友的運動會 嗯 然後我就戴帽子 真的也拉扮 對 戴那個帽子 然後我也喜歡穿比較那個 那個叫什麼 男朋友褲是嗎 婆婆爛爛的 叫婆婆 那個婆子 對 就是感覺不像媽媽的樣子啦 就是去看看而已 但是我也是這樣低調的這樣進去 然後去玩之後回來到家 我女兒就是老大就跟我說 媽媽 我告訴妳喔 我同學 跟我說 妳媽媽好酷喔 喔 她是酷耶 對 沒有 她是覺得 她是說 看起來都不像妳媽媽這樣 是 跟霉霉講 無論是小潔也好 或是 剛剛安娜還講說 不能放棄自己 一定要勤於保養 對 那歐陽山有 怎麼樣保養的秘方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有五點 歐陽山的保養秘籍 是 是有秘籍喔 第一個 要足夠的睡眠 喔 對 對 像在美國 因為我不上班 很簡單 一定是最晚十一點 有時候十點半就睡 所以我第二天六點六點多 起來很容易 對 就很有精神 第二個我們也想知道 要有 要有 要多久 然後他們專家是說 你心關係的人 就一次還是說 有就好 有就好 意義很差 對啊 越多越好 有 有種是逢言過節的 你知道嗎 輕易食物的 那是一種 而且還有這個年假的 三大姐 對 另外一種是少量多餐的 第三個是刺激頭腦 怎麼刺激 怎麼刺激頭腦 就是說 人是一種喜歡 就是習慣性的一個動物 所以常常你走路去上班 或者走路到哪裡去 你都會走同一個 同一個方向 就這條街那條街 所以那個專家是建議 有時候要換掉 要走不同的路 或者做不一樣的事情 去學會吹一個新的機器 什麼樂器之類的 就這種 然後我自己發現 我短短不在台灣才一年 我回來 我去台北貨車站 我都迷路了 對 這樣是腦袋 所以應該是 性關係不夠多 對 沒有一點 心情 心情都不好 什麼意思 怎麼用那麼少呢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第四個就是排便 排便順暢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 跟你的職業有關係 有一種職業 你不要做 會饒花很快 主持人 對 就是 不要當美國總統 為什麼 還是不要當各國的首相多好 那個都日理萬機 我覺得各國的首相就是壓 因為這個工作的壓力很大 然後我沒有帶克林頓的照片 可是你看這個是小布希 小布希 從他開始都頭髮是黑黑的 變成全是白色 全白的 黑色 像歐巴馬是跟我同歲 跟他是同一個年齡 他是1961生的 跟我一樣 是 可是他很明顯 他當總統之前 你看 那個頭髮都黑的 黑的 然後現在都白的 而且他是增加很多皺紋 非常喔 因為他太忙了 他沒有時間 七星關係 哈 哈哈 加速才是倒行 所以他講不出來 我講錯 也不方便大便 對 就是這樣 當然是他那一道是 對 你們有足夠的碎餅 對不對 對啊 确實是 對 來看一下喔 來小米 我是覺得皮膚要好的話 常常要補充 膠原蛋白 那是 那是 專業的喔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常常煮那個 白木耳蓮子湯 白木耳人家有吃 對 是 然後 雞爪湯 對 那這個雞爪湯是 因為我基本上大概一個月會煮一次 跟小吃的時候很像 剛剛一直這樣子 Iko你不敢吃這個吧 雞爪 很恐怖對不對 很好吃 我本身也不太敢吃那個雞爪 我就把 就是打湯 對 就喝湯 喝湯就好 就是比較麻煩在於 可能它要熬的時間會比較久 對 所以可能一個月一次 但是還是一定會補充那個 膠原蛋白來運用 我一下Iko 因為日本人不敢吃這個嘛 對 那你們怎麼辦 你們還是需要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對女生來講 真的很重要 因為它會跟著年紀越來越少 可是重點就是這個 我也不敢吃太可怕了 日本女生都是吃那個 膠原蛋白粉 對 像我今天帶來這個 姐看到了沒有人家都帶東西來 對 姐 對 這個是就是 燕麥跟燕麥片 然後再加牛奶 然後攪拌之後 就是直接這個 膠原蛋白粉 加在裡面 對 整包 然後就攪一攪 然後再 最後再加你喜歡的水果上去 小姐 像你小孩吃的東西喔 那個膠原蛋白粉 真的有 我們公司人都在吃那個 對 我也有買過 半年份的 那個 對 我也有吃過那個 你看水果好好吃喔 味道還不錯喔 重點是好吃 然後膠原蛋白粉也補充到了 生了孩子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臉部的那個 會老很快 嗯 這是真的 生了孩子之後 你會很明顯感覺 跟少女時期是有差 那少女時期你很愛吃什麼 雞腳啦 豬腳啦 可是你到了過三十啊 這些都會變成你的脂肪 你不可能再吃這個了 不一樣了 你只能吃那些 像他 應該是吃同一個品牌 就是他是大品牌 那我會吃膠原蛋白粉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分子很小 熱量也很低 然後是一個高單位高質量 所以他的吸收會比較快 我覺得有差別耶 差別在於說 尤其是冬天 你知道像氣候非常的乾 那你每天要帶小孩 其實剛才他們講的 我睡眠也不足 因為現在小孩才兩歲 對 我每天大概只睡兩三個小時 可是你出去 你不能讓他覺得說 很累這樣 好累喔 腦工不疼你是不是 對 而且你知道膠原蛋白很重要 我覺得小吃是需要補充膠原蛋白 多補充一點 真的 因為你知道像小姐 你把那個雞爪拿在煎 這樣補充膠原蛋白 你的臉就會看起來很光滑 而且很水嫩 很保濕 可是像你這個 像這種 因為我之前也買過 我們公司人都在吃這個 我之前也有買過 好像就像膠原蛋白 因為分很多種嘛 有的味道還可以 有的味道超難喝 膠原蛋白粉啊 我試過各個品牌 有些品牌吃就是會 你吃不進去 就是有味道 這個牌子是因為它真的是一個最大的品牌 最大廠的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很安心 第二個它不管加在什麼咖啡啊 奶茶水都沒有味道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像我吃你不能說想到再吃 它其實就像維他命C 你每天都要持續 你不會有味道 像你今天吃那個燕麥粥 加一點 明天喝咖啡加一包 我就是這樣 持續一個月 你會有感覺 有明顯的肌膚有感覺 會斷一斷嗎 皮膚會有水嫩嫩的 會 兩個月之後呢 你會感覺整個人就是 你知道那個是 不用靠妝過日子 你素顏戴一個帽子出去 你就是18歲 喔 真的有差 你該吃了 關係關係50 真的有差 台灣買得到啊 在網路上 都是這樣一包一包的 網路上買得到是不是 而且它很方便 裝好一包一天份 然後你就帶在你的化妝包 完全就是 對 就是這樣 同一個牌子嗎 對 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牌子 對 我也有買過這個 他們認為說有用的人 都說很有用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 吃有一餐沒一餐的 不能間斷 我要補充一個是 其實 過25的女生啊 你流失膠原蛋白的速度 都比不上你補充 真的 這是真的 尤其是 你生了一個牌子 尤其你生了一個孩子 跟生三個孩子 那個差別 很大 是不是 要講小吃嗎 小吃 小吃 小吃已經 人家太硬了 妳吃這個 妳吃這個是為了要刺激妳身體 妳自己的 膠原蛋白的產生 妳必須要讓妳自己 自體的身體 會去產生那些膠原蛋白 所以這個不是補充 而是刺激自己身體 對 自體身體膠原蛋白 這個也是皮膚變得水水的 而且不會燙 因為它的分子很小 真的 那請問這個可以吃超過兩包嗎 沒有 就沒有 小吃 妳不要在醫院描助長好不好 小吃 小吃妳都沒聽我講 要每天都持續喔 對 每天都要吃 如果兩包 三包 每天都吃兩包 一包夠了啦 我覺得一包就夠了啦 一包就夠了啦 吃多了 超沒有辦法留住 妳補了太多 變八歲有怎麼辦 小歹口講說 他吃這個東西之後 素顏也可以出門 對 皮膚水水 那樣有彈性 妳來看一下 她素顏 這是妳素顏的樣子 哇 是耶 是耶 而且妳知道嗎 日本人不愛素顏 對 日本人不愛素顏 然後是跟小孩的 小朋友的一起 在家裡拍的嘛 好可愛喔 這不像媽媽 好像姐姐喔 還是姐姐 真的嗎 皮膚很好 對 妳老公其實也很娃娃臉 妳老公是那種 就算以後年紀大了以後 也變成娃娃臉的那一種 對啊 我們都是 妳老公很幸福 他都覺得好像帶一個妹妹出去 對啊 我跟妳說 他就可以跟老公一起喝 兩個就可以保持很年輕的狀態 是 不錯耶 我很喜歡這個 我都靠這個保養 這個我以前也吃過這個牌子 對啊 那是不是斷掉了呢 沒有 我繼續 有 可以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很 通過檢驗嘛 是很放心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 我覺得重點是他很好 所以你知道嗎 媽媽們都知道 因為媽媽們只要是喜歡的東西 都會在社團講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它是CP值 非常的讓媽媽會去入手的 而且重點是有效果 沒有效果 你也不想花那個錢 是 你也知道是現在的小女生 她們化妝年齡很早 對 你們會覺得說 小朋友她們應該這種保養 應該也要提早開始嗎 我可以補充嗎 我有個朋友 她沒有生孩子 可是她看起來比我老 她的保濕度 保水度跟那個水嫩度 那個就是膠原蛋白流失太快 然後她不補充 所以她看起來就是我不像媽媽 她像媽媽 所以她還問我說 欣你都吃什麼 然後還有一些 我的粉絲團就會說 你到底是吃哪一個牌子的 真的 我就覺得好驕傲 你吃對東西 有保養對 那才是王道 而且這個是在日本也很有名 很大的牌子 非常有名 對 而且就是現在早一點 提早保養 等我女兒長大了之後 她二十歲 我也是四十歲 還是看起來一定是很 跟姐妹一樣 先保養起來啦 沒有差 多一點 對 提早保養 小師聽見了喔 加油 每天早上一包是嗎 對 幾點錢要吃呢 你可以早餐吃啊 或者是喝奶茶喝水 總不能配夾在其他東西 你不要想到就知道 千萬不要 不要跑這麥片喔 大家不是只有要追求 身體的健康而已 我們外在也要這樣 很亮麗的給別人看 所以希望我們各位姐姐妹妹們 來越來越年輕漂亮好不好 好 所以謝謝大家囉 謝謝 謝謝